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都知道师父的境界很高很高,以至于只有赞叹的分,对师父如何修持到这个境界很模糊,所以想请师父开始分享,师父在戒律上是如何修持的,是如何一步一步行福太道的,也好让我们以戒为师好好修持,请师父简单开示一下 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智慧,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么从小就要有慈悲心,这是基础最重要的 从小有慈悲心了之后,然后慢慢随着年龄的长大,接受的教育很重要,父母亲对自己的培养,还有接受外城的对自己的影响也很重要 首先呢,你周围呢不能经常有很自私的人,如果你从小一路走来,总有一个很自私的人在边上指导着你,要怎么自私,要怎么为自己 他跟你宣传的是人不为己,天诸地灭,那你就完了 那是 所以呢,怎么样成菩萨,从小磕头,磕头的时候就会想 师父从小磕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磕头为什么 对不对啊,磕头从小知道帮爸爸妈妈求,帮家里孩子,那个爷爷奶奶求 兄弟姐妹求,那么这个时候你求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呢 自己无比的兴奋,为什么呢,你觉得别人好的话都是你帮助得来的 这个时候有一种发喜,就像很多人帮爸爸妈妈一求,求了灵了之后 你说他发喜吧,对不对,是这个感觉 第二个呢,就是言语言的行为,你要注意观察 因为师父从小就喜欢观察人家说什么话 你看看人家说什么话,你就知道你应该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 比方说人家经常在说那些不好的话的人,你心中就知道这些话不能说的 我曾经碰到我们经济当中,也是经济上比较富裕 也有,那我从小就想,我如果经济上好一点,我绝对不会乱用钱 如果我长大了,我应该怎么样,就是从小就像我们说有一个梦想一样 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个人怎么会成长的,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 看见外婆在难过,在生病的时候,心中就想 我以后大起来一定要对,有能力一定要对老人家要好 所以我到现在,我不停的,我能够在养老院,我可以六七年去喂饭 我可以到养老院去,经常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小时候觉得看见老人太苦了 我就一定要想到 小时候觉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生离死别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我就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很难过 我看见人家走的时候,家里邻居走了 我在边上也跟着他们在哭 我在心里在想,人为什么要走呢 人如果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不更好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慈悲心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佛的精进 慢慢懂得了,人是留不住的 所以在留不住当中,慢慢也懂得了人的精神不死 所以要把精神修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永远不会死了 所以这些就是慢慢的积累的 然后呢,看见蚂蚁似乎是从小不踩的 因为我看了这个过去小时候有一个预言了 东国先生了,他是真的是连蚂蚁都不踩的 还看了一些很多的那个24校的东西 就知道你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孝顺的话 那天打五雷轰啊 所以每次等到下雨的时候就觉得 哎呀,这个护法神啊,雷公就下来批那些没有良心的 对爸爸妈妈不好的人了 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心中就更震撼一次 你看,又有人被打死了 又有人不孝顺爸爸妈妈 就这些点点滴滴的在你脑子里存在的东西 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善缘 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就是看见别人就要帮助别人 看见别人痛苦,你就觉得自己很难过 看见别人伤心了,你也会伤心 这就是人伤我痛,那就是进入菩萨境界了 所以慢慢慢慢的一个孩子很慈悲 看见妈妈手上出血了,马上会掉眼泪 这些孩子从小有这种慈悲心了 所以这些就是你的学佛基础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言行 嘴巴看看别人在骂人的时候 你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他把自己作践自己 因为为什么他把自己变成下贱了 因为我从小觉得骂人的人是比较下贱的 对不对 因为好好的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去骂人的 对不对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做的动作 一个动作做的很下流的动作 你这个人整个档次就没了 就跟你骂人一样 你不开口人家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看在澳大利亚你开车 如果你稍微跟他讲几句话 他做一个手势 就很下流 你想想看这种人他一看他能出一个好人家出生了吗 他这种人会有文化吗 他会有修养吗 一个动作就代表你的整个的人间的修养 对不对呀 对对 还有师父就从小就知道我的境界 就知道我的人不该想的不能想 一想了之后你就会很难过 为什么呢 当你想到得不到你会难过 所以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 所以我看见人家有好的东西 我不稀奇的 我就觉得我今后将来我大了我都会有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我大了 只要我长大了 我努力一下 我什么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对年轻人 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帮助很大 其实你今天问的问题 师父就是跟你说掏心掏肺的话 师父小时候跟大家一样 也是学生过来的 所以对很多的孩子的思维 我很理解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你要有一个 用现在话讲叫报复 但是问题实际上还是要有个良心 因为有良心之后不会去贪 有良心之后知道要让别人幸福 要让爸爸妈妈开心 那你会越变越善良 越变越慈善 脑子里永远不要想爸爸不好 妈妈不好 因为你脑子里就不会有不好的东西 师父从小就是很善良 如果看见人家吵架 我总是双方都劝的 我有时候把人家劝着来 人家笑了 哎呦 我心里发起充满 我能够让他们两个小朋友 吵架之后能够双方去讲 那个时候我做客代表的时候 我就经常这样做 把他们讲的两个好起来了 哎呦那时候我的心里在变得开心得不得了 我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也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那个好玩的 就是一些小时候那些事情 就是一种成长到大的时候 也很难感 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人家 两个年轻人很善良 我很想把他们绰合 让他们能够有婚姻 这也是我的 这也是我从小就是喜欢解决问题 帮助别人 所以一直到大了 我还是有这个习惯 我总希望人家 哎呀这一对很好嘛 哎我介绍过成功很多对了 所以成功的话我就很开心了 不成功的话我也是很难过 所以就是缘分不够 所以从这点点滴滴 就是培养出一个人的一种精进的心 你想想看我师父这么小的时候 我怎么会不吃鸡呢 从小不吃 为什么呢 就很简单 过年了 人家给我们家里送来很多的鸡 养在那个卫生间呢 卫生间比较大嘛 养在卫生间里呢 我就天天喂米给他们吃 还拿个水 有时候上卫生间呢 就看着他们 哎呀 向他们交朋友 哎呀 很开心 等到过年的时候 把他们杀了 家里把他们杀 从此我就不要吃了 我闻到那个鸡汤的味道 我会呕吐的 我看见他们的鸡毛 被热水烫了拔掉 脖子这里弄一刀 很痛苦 我会 我会很难过 我会哭的 所以这些 就说明一个人的慈悲心啊 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 能够成功的人 他一定具有很大的慈悲心 因为慈悲心 能够化解很多的恶缘 别人冤枉你可以 你不要去冤枉别人 别人打你可以 你不要去打别人 别人骂你可以 你不要去骂别人 这就是 学佛就是 我们说 有一种慈悲的心态 这就是师父 这两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样的 你那个慈悲的心对待别人 你就会 当年那个 那个 这个历史上一个故事 就说的是 那个 韩信 韩信 韩信是个大将军 对不对 他被人家抓到之后 人家叫他从胯下 钻过去 羞辱他 对不对 后来他成为 成为一个帝王 他成为帝王之后呢 下面的人把这个人 居然这个人 把他抓到了 抓到之后呢 这个人浑身发抖 知道他这条命难保了 没想到 韩信下 下的那个皇位过来 把他请上上座 跟他说 很欣赏 他的那个 这个文才 跟他说 我要把你留在我们国家里 好好的 那个 非但没有羞辱他 没有杀他 还要把他捧为上兵 还要说 把自己两个孩子 让他来敲语培养 结果这个人感动的不得了 非常用心的 在培养他的两个孩子 那么等到韩信有难的时候 这个皇帝 就是把他满门抄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人啊 叫他跨下志趣的那个人呢 就是说 他把那两个韩信 两个孩子啊 就拼命的 舍命把他们救出来 逃走了 所以你没想到 因为你的善良 你的慈悲 你没有去杀害 你的两个孩子 你的下辈 就得到了毕应 否则谁会这么卖命的 把你两个孩子就救出去 因为人家有报恩之心啊 所以一个人 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了 你还是要对人家好 要感动上帝啊 我们现在话叫感动上帝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为什么 你老公骂我一句 我要骂你一句 我凭什么吃亏啊 所以你的婚姻就没了嘛 你因为做好人的人 你必须要懂得 我要勇于吃亏 我要忍辱再忍辱 这个实际上就叫再忍辱 再忍辱你就能成功嘛 所以一个人再忍辱了 他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人在进步也好 啊 做人也好 实际上就是要忍辱精进 要学菩萨的大慈大悲嘛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也是不能讲太多 你要说把我一生怎么样 从小的不踩蚂蚁 我连那个蟑螂都不打 蚊子都在身上 我都会把他杆杆走的 这个师父从小就这样 所以要想知道 跟着一个好师父的话 你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 他别人都是很慈悲的人 这个师父就可以教 如果他对人家都是很利 很不好的 他教坏了 那你别跟他学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法门好坏也是这样 这个邪教的这个法门 他本身叫人家干嘛呢 你是看得到的 师父是叫人家干嘛 爱国爱民 叫人家好好地学 作为一个好孩子 要爱国家 对不对 要不能练才啊 要遵纪守法 这些都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种师父你不跟跟谁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这个孩子从小很善良的 你基本上这孩子不会走到 坏到哪里去的 人家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就这个道理 所以要 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慈悲心 培养孩子的那种 有智慧 有那种毅力 有精进心的孩子 他一定能成功的 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 我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个师父 我特别的自豪 感恩师父 因为有时候 父亲跟妈妈 只是生了我们的身体 但是并不能在我们 人生的旅途上 教导我们 因为每个人职责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找到一个 像指导自己前途的一个师父 很重要的 很多人的成功 都是有师父在背后 一直撑住的 对不对啊 你看看 李连杰成功啊 包括那个 过去那个 我们说武林高手 像像像 哪一个你说 能够成名的那个人 他没有师父的 对不对啊 对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